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一则虚假新闻利用香港电影巨星真子丹的名义 宣传两款线上金融交易工具 这则假新闻模仿了南华早报的风格 甚至盗用了真子丹和脱口秀主持人 Jamie Kimmel的真实访谈图片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八家报纸 对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和微软提起版权诉讼 指控这两家公司未经许可或支付费用 就使用了他们的版权新闻文章来训练其AI聊天机器人 最后两个追踪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人物投资组合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表现出色 其中追踪民主党议员的NANC ETF年回报率达到37.5% 而追踪共和党议员的KRUZ ETF年回报率为25.4%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假新闻和侵权行为似乎成了日常 从伪造名人访谈到滥用版权内容 这些行为不仅误导公众 也给版权所有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近期的案例 他们不仅揭示了当前媒体和科技领域的一些问题 也引发了对于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的深思 首先南华早报报道了一起关于假新闻的案例 骗子伪造了一篇类似于该报的新闻文章 并虚构了一次与香港电影明星真子丹的访谈 这篇文章宣传了两款在线金融交易工具 并虚假声称南华早报的一名编辑成功利用了这个交易平台 文章中的图片是从真子丹与脱口秀主持人的吉米金梅尔的真实访谈中截取的 这起事件紧随2022年一则类似的假新闻报道 当时报道称一龙马斯克为香港人推出了一项投资计划 也使用了南华早报的标志和记者的署名 香港近期金融投资骗局激增 今年第一季度的损失超过9亿港元 香港警方正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打击这些骗局 再来是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 八家美国报纸包括纽约美日新闻 芝加哥论坛报和丹佛邮报 对ChairGPT的开发者OpenAI和微软提起了版权侵权诉讼 这些报纸指控这些公司未经许可或支付报酬 就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来训练他们的AI聊天机器人 这些报纸都是Oden Global Capital拥有的 他们声称这些公司是在盗用他们的工作来建立自己的业务 OpenAI表示之前并不知道这些担忧 但正在与新闻机构进行合作和对话 并积极探索机会和提供解决方案 这起诉讼是一系列针对OpenAI和微软的版权诉讼中的最新意气 最后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追踪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家投资组合的两个交易所交易基金 ATF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投资策略 分析显示 专注于民主党的ETF NANC在截至三月底的一年中 回报率达到了37.5% 超过了标普500指数 并拥有更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 而专注于共和党的ATF KRUZ在同一时期的回报率为25.4% 超过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也实现了更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 这两个基金的投资组合差异很大 NANC重仓科技公司 而KRUZ则偏爱能源巨头 这些基金持有的股票差异 引发了关于国会成员是否应该被允许进行股票交易的辩论 鉴于他们可能获取到的机密信息 这些ATF由Subversive Capital Advisor于2020年2月推出 他们复制了必须在45天内 披露超过1000美元交易的国会成员的交易 这些案例不仅反映了当前媒体和科技领域面临的挑战 也凸显了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 无论是对抗假新闻还是解决版权侵权问题 都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以确保公众获得真实合法的资讯 并保护创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 国家间的投资活动日益增加 而各国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态度和策略也在不断调整中 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的经济体 近期分别推出了新的措施和政策 以吸引外国投资 同时保障国家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 Nike Asia报道 澳大利亚决定对其外国投资法进行全面改革 增加对高风险和复杂项目的审查 同时为在非敏感领域的知名投资者简化流程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Jean Chambers表示 这一举措是该国 Future Made in Australia 战略 这一部分旨在通过吸引更多私人投资 增强澳大利亚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并促进关键矿物的国内加工 绿色技术和能源的生产 Chelmers强调 这些改变将确保外国支持的项目 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并且不会有歧视性或针对特定国家 与此同时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提到 香港的主要银行 包括汇丰银行 HSBC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星展银行 DBS和恒生银行等 正利用劳动节假期 吸引来自内地的访客 提供针对香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SIS 感兴趣的客户的奖励计划 该计划允许通过银行或经纪人 投资至少3000万港元 380万美元 与股票 债券 存款 基金 投资连接保险单 或非住宅物业的赋予个人 及其家庭 快速获得居留权 此外 随着瑞士信贷集团 Credit Swiss Group 去年被瑞银集团UBS Group 收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 瑞银集团将于本月底 在香港举办亚洲投资会议 AIC 这是亚洲最重要的投资会议之一 将吸引超过2000名全球机构投资者 和高净值个人参加 会议将包括为期两天的议程 涵盖公共和私人投资 家族办公室和资产管理等主题 瑞银集团认为 亚洲是未来增长的引擎 AIC旨在为该地区的投资者提供洞察 从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法 改革到香港银行业的主动招揽 再到瑞银集团在香港举办的 亚洲投资会议 这些动作不仅展现了亚太地区 在全球经济中的活跃角色 也反映出各国和地区 在吸引外来投资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于如何平衡国家利益 和全球化趋势的考量 这些策略和措施的实施 无疑将对未来的经济格局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的商业世界中 从豪华汽车制造到金融市场 再到电子商务领域 每一个行业都在经历着快速 且往往是剧烈的变化 让我们来看看 几家知名企业的最新动态 这些动态 不仅展示了市场的当前状态 还预示着未来的趋势 首先 彭博社报道了英国豪华汽车 制造商阿斯顿 马丁 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 下降了26% 这一下滑 导致其收入和调整后的利润 均有所下跌 这一下跌 主要是由于一些 阿斯顿 马丁的核心车型 停止生产和交付所致 然而 该公司已开始生产新版本的 Vantage和DBX707 SUV 这两款新车 尚未上市销售 这一消息公布后 阿斯顿 马丁的股价 一度下跌了14% 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确认计划 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一款配备V12引擎的新款跑车 和一款针对超级富豪的特殊车型 接着 美联社的报道 揭示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在面对连续三个月高于预期的通胀报告后 对于今年可能的利率削减 变得更加谨慎 华尔街交易员 目前预计 今年仅会有一次降息 而之前的预期 是高达六次降息 由于通胀居高不下 和经济增长较强 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为 可能只有一次或甚至没有降息 然而 联储系统也可能放缓减少其持有的国债 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步伐 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长期利率 最后 《南华早报》报道了亚马逊 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利润翻了三倍 这得益于其云计算 广告和零售业务的蓬勃发展 这家电子商务巨头报告称 其利润达到104亿美元 收入为1433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的利润和销售额分别为32亿美元 和1274亿美元 尽管面临来自Shine和TeamU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亚马逊在线商店的销售在该季度增长了7% 亚马逊的云计算部门 AWS预计今年的收入将达到1000亿美元 该公司的广告业务也实现了增长 该季度收入达到118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4% 而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前市场的动态和企业面临的挑战 从阿斯顿、马丁的销售下滑 到联邦储备系统 对利率政策的谨慎态度 再到亚马逊业绩的飞速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传统制造业 还是新兴的电子商务和金融市场 每个行业都在迅速适应 并回应着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策略和运营 也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未来趋势的机会 在最近的一波经济和商业动力中 从亚洲股市的下跌到家族企业的分裂 再到娱乐产业的内部争议 这些事件都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让我们来深入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们对市场和企业的影响 首先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亚洲股市在一个公共假日的周三 遭遇了下跌 这主要是受到美国股市前一天下跌的影响 标志着自9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 股市的下跌始于交易一开始 这是由于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第一季度 美国工人获得的薪酬和福利超出了预期 这增加了人们对于通胀上升的担忧 随之而来的是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激增 对股市造成了压力 最后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Hype公司 及韩国流行音乐现象 BTS的背后公司 因为对其子公司 Ada进行内部审计 而股价下跌了11% Hype指控Ada的CEO Min Heijin计划 独立并对Hype的艺术家产生负面情绪 Hype已经对Min和另一位高管 提出了警方投诉 指控他们违反了信任 并敦促他们下台 这场内部争议引发了外界对Hype 拥有多个音乐标签的质疑 尽管分析师表示 公司的基本面仍然稳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 全球市场和企业面临的挑战 还凸显了在经济不确定性 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 以及娱乐产业内部矛盾中 寻找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从亚洲股市的波动到 Cedridge集团的战略性分裂 再到Hype公司内部的争议 这些事件都是全球商业环境多变性 和复杂性的生动力证 在金融界接替传奇人物 一直是一个让人既期待又忧虑的话题 据《金融时报》报道 随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这位奥马哈先知的逐渐退居二线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高达3540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 即将交由托德、康布斯、Todd Combs 和特德、维斯勒、Ted Wesker接手 然而这两位巴菲特的副手 在过去10年的平均年度总回报率 约为7.8% 不仅落后于巴菲特自己的10.2%回报率 也未能超越标普500指数的12%回报 尽管如此 他们在苹果、Visa和万事达卡等投资上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为伯克希尔的业绩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们在有线电视行业的投资 以及对Paramount Global的灾难性投资 却拖累了整体表现 在过去10年 他们的投资组合增长了约113% 相比之下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和标普500指数 分别增长了165%和211% 与此同时 日本时报报道了亚马逊 在2024年第一季度 利润翻三倍的喜讯 得益于其云计算、广告和零售业务的成功 这一消息 使得亚马逊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1% 投资者们密切关注人工智能 及其相关成本对公司的影响 亚马逊 CEO安迪、贾西、Andy、Jesse 将这一季度描述为 年度的良好开端 这两则报道 虽然聚焦于不同的领域 却都反映了当前金融和科技行业的重要趋势 一方面 巴菲特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凸显了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中 维持长期优异表现的难度 尽管康布斯和维持勒 有着巴菲特的信任 但他们的表现提醒投资者 即便是在最成功的投资团队中 也很难复制巴菲特那样的传奇业绩 另一方面 亚马逊的成功 则展示了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巨大潜力 以及这些领域 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传统的投资领域 还是在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 创新和适应变化 始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伯克希尔、哈萨维来说 康布斯和维持勒 是否能够调整策略 克服挑战 继续推动公司向前发展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而对于亚马逊而言 如何在保持创新的同时管理好 与新技术相关的成本 将是其持续领先的重要因素 在这两个案例中 我们都能看到 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对企业和投资者提出的挑战 以及面对这些挑战时 所需的机制和决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